日前台东警方接获民众的报案表示 家人外出不知去向又联系不上 担心发生了意外而报警 加上这几天天气不好 远景还冒雨来寻找 最后终于在台东县的南新村 寻获了这名男子 化解了一场虚惊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远景冒着雨骑机车到南新村超商前 这是日前大午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家人良心男子日夜未归 不知去向又联系不上 家属担心发生意外 于是报警寻求警方协助 远景接获失踪人口协询通报后 不畏风雨在辖区内查找通报车辆 并赶紧到超商前进行拦停 确认驾驶就是协询对象后 联系家属并办理撤询作业 化解一场虚惊 大午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 交集的家属向警方表示 家人离家出走失踪多日 希望警方能够协助寻找 警员黄玉祥沿台九线 在南兴村超商前发现疑似 失踪人所驾驶之车辆 经查询核对后确认其身份 将其带回通知家属领回 大午分局在此提醒 民众如有刑事或交通需求 可拨打110报案 警方将会提供适时的协助 每位协裕对象都是家人最深的牵挂 大午分局竭尽全力 协助每个家庭找到家人 并提醒民众若出门 务必告知家人 才能让家人放心 就讲解大午相报道